大家好,我們是Vivotech精銳通訊 我們在台灣的安房產業持續了20年 我們很深耕在除了台灣的就地市場 也要切也擴展到全球各個海外的據點 為什麼要做品牌精銳通訊成立22年 其實我們一成立開始就是自由品牌 為什麼要做品牌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目的是想要打國際盃 我們已經在台灣戰鬥人腳步了 所以品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不會回頭的目標 在我品牌的過程遇到什麼樣的挑戰 對我們來說其實把Logo設計得漂亮 視覺的東西其實是最簡單的 最困難的我們認為的挑戰是品牌內化 因為品牌內化會影響到員工 那員工對外的所謂的行為 不管是Sales PM的角度來說 其實品牌內化會取決於他們如何去跟客戶 或者是我們的TA去做應對 所以品牌過程的最大挑戰是品牌內化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我們遇到一群台灣企業是有志於在做品牌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品牌上互相的做學習 那在這個品牌計畫後面的收穫 以公司的角度來說我們的營收其實是兩倍數的成長 如果有一句話送給後進者的話 我們覺得品牌是個投資 但是那個投資是有策略性的規劃 不是無敵動的投資 而且這個規劃是要有一個階段 那那個階段我們回頭去檢視有沒有成功 其實從兩個購免來看 一個就是所謂的員工的向心理 因為他對於這個品牌的認同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從外部的客人的方式來檢視 那這個階段我們主要可以看到的數字的部分就是營收